我好气呀 刚刚本来都已经录完了 我录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就离尽头近了一点 发现我牙上为什么沾着口红 然后我就倒过去看 发现我全程牙上都有口红 别人生气我不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嗨我是老刘又见面啦 这次的主题呢就是平价包包分享 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 单价不超过200元的上班上学 都可以背的一些包包 喜欢这次主题的话呢 就跟我一起继续往后看吧 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包呢 就是当当当 是我这次给大家分享的 里面算是体积比较大的一款包 包包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然后大家可以猜猜它到底多少钱 这个包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三个 亚克力的白色小珠子 就还挺有设计感的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样的摁扣 它打开呢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儿是可以挂一个单肩的肩带的 就是这个肩带 单肩斜块都可以 打开之后它里面的空间 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一个这样的夹层 它底称呢是布的 对是黑色的绒布这样的材质 这个包的后面也有一个这样的 可以放卡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里面这个空间 首先是雨伞放进去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女生出门必备的 粉底哦防晒口红钥匙 就是完全不占地儿 对这个隔层呢就可以放下 我的手机XS Max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们的手机应该也差不多 因为它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我手机放下了之后 这边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就是比我的手机大 也是可以放下的 我找来了一本书 就是放进去大概就是要这样 稍微弯一下的一个效果 但是是可以扣上盖子 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可见这个包到底有多么的能装 但是这个包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长口比较大 而且没有任何的拉链 或者按扣之类的东西 就是可能如果东西放得太碎的话 就比较容易掉出来 整个包包它是PU的 整个的走 这个包的走线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说不齐 或者很多线头之类的 这个是我拿回来就是这个样子 几乎看不到线头 它的油边什么也都挺整齐的 这个包包的做工真的还蛮好的 你们猜到它的价格了吗 它只要61块钱 是不是非常的惊喜 所以喜欢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包是白色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配色 然后有一个配色是拼色的那种 也非常非常的复古 我买的这个白色 就是比较干净百搭了 第二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包呢 就是登登 这样的一个圆筒包 有点像我前一段时间背的 那个LV的圆筒 但是这个圆筒要更瘦一点 对于它更细一点 也很像一个小众品牌 就是箭头包他们家的一个经典款 一开始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形状的 就是包括在我买那个LV之前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越看越耐看 我手上这个包呢 首先它有两个肩带 一个是这样不能调节的 这种金色的链条的肩带 这个肩带呢 它直接这样单肩背 正好卡在我腰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这个它另一个肩带 就是一个这样皮质的肩带 跟它包本身的皮质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容量 这个拉开了之后呢 也是这种布的里衬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暗兜 不过这个包虽然看着还挺长的 但是它放不下雨伞 这种包型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弊端嘛 就是它的开口不会做得很大 还是刚才那四样东西 口红 防晒 钥匙粉饼 然后可以再加一个这种眼镜盒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手机直接扔进去 也是完全OK的 然后它的容量其实差不多就满了 也可以再放一个小的卡包啊 什么之类的 另外这个按兜也是可以放卡 或者放一点零钱 总之也是非常实用 就是还是挺能装的一个包 经常背上身 就算是稍微有一点扁扁的 就是有一点弧度 也是很随性很好看的 而且它整个包的自重也是比较轻的 是非常非常软的这种皮质 对手感也蛮好的 你们猜这个包多少钱呢 这个包的价格是109块钱 第三只包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近期的新头爱 就是这一款包 如果比较熟悉中古包的朋友 看到这个包型 应该就能想到是Prada的Hubo 对 我就是按照那个包型买的 Prada的Hubo呢 它是一个尼龙布的材质 而我手上的这款呢 是一个头层牛皮的 只是包型跟那个非常的像 我之前真的买中古包的时候 非常想买那个Hubo 但是因为肯豆背过它太多次了 以至于它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 一个尼龙布的包 竟然要卖到三四千 我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 就是下不去那个手 然后我发现了这个包我就立刻就入手了 首先这个包呢 自重非常非常的轻 几乎就是重量可以不计 它是一个这种亮面皮 偏一个帆布袋子的这种款式 这个包呢 我觉得买到手之后发现 就是它真的这个高度 刚刚好可以夹在腋下 就是如果再比我再胖一点啊 或者就是上半身比较壮的话 可能就 就夹在腋下可能会比较困难 而且我觉得我穿的比较厚 可能到冬天秋冬季节的话 它也就不能当一个夜下包 因为夹不下去太紧了 就这个口太小了 它这个包的内里呢 也是一个布的里衬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 首先是我的手机 放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还是刚才那个口中分定防晒 加一个钥匙 对然后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吧 这个眼镜盒放不下 对 然后还可以放一个小的钱包 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它还是挺能装的 因为它整个包并不是说 非常非常定型的那种 这款包的价格呢 是189元 再下一款包呢 就是等等这样的一个腰包 这是我的第一款腰包 我先说缺点吧 就是比较的没有形 就是收到之后就看到 它就是这样扁扁的 然后拉链的这个地方 也不是非常的平整 对然后可能刚拿到你会觉得没有什么质感 但是毕竟因为它价格也很便宜嘛 就还可以接受吧 它这肩带就是一个这种金属链条拼皮的 皮肩带这边是可以调节长短的这种 我一般就是比较喜欢这样直接单肩背 这个包它其实看这个正面就知道 它的口袋非常非常的多 就这三层都可以装东西 像这层它比较小 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装一个钥匙或者装一个口红什么纸巾就差不多了 中间的这一层呢是比较大的一层 它可以放下手机 然后可能还能再放一个卡包或者像这种粉饼 后面这个包它的高度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可以正好放一个眼镜 这个是眼镜 可以当做一个眼镜包 也不错好 总的来说出门要装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是可以放下的 因为它整个的包型也不是很大 而且它主要是就这个形状也受限制吧 所以它容量并没有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满足日常出街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款包的价格呢只要68元 下面两款包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两款 而且都是在一个店里买的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绿色小方包 它这个包包呢整个的包型是非常简单的这种 真的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拼一个这样米白色的宽肩带 就是整个感觉很文艺 然后很有气质的那种包型 这个包当然也是可以当做一个腋下包 或者是斜胯的 这个包打开呢里面的里乘是一个偏黄色的 一个这种淡黄色的一个PU皮 这边还有一个拉链的暗兜 这个包的容量就是这样的 可以放下墨镜 钥匙 粉饼 防晒 这些口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还是挺能装的我觉得 而且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包真的非常非常有质感 这个包的价格呢是155元 跟这个买的另一款包呢 也是一个这样比较方方正正的一个版型 这款包呢是一个这种白色的鳄鱼压纹的这种 这个白色也不是说那种直白色 也是有一点偏米白色的那种感觉 它的肩带呢是一个这样银色的链条 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也是这样里面的吸扣 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这种白色的 PUP的里衬 它这个两边都有隔层 但是这个隔层就放不下我的手机了 我手机只能直接这样放在里面 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容量吧 其实它就是正好就是放下我的手机 放一个眼镜盒 它其实基本就满了 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放眼镜盒的话 肯定还可以放下很多东西的 肯定不如刚才的那款包能装 但是它整个的包型也是非常干净的这种 而且也不是说很单调的那种包包 就是我觉得上班上学 都是可以背的一个包型 这个包的价格呢是118块钱 最后一个包包呢是在凑数的 就是上次购物分享给大家推荐过的帆布袋 其实也不完全凑数吧 就是因为考虑到最近很多学生就准备要返校了嘛 包括大一新生都要开学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袋子真的非常实用 因为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 非常非常的能装 但是如果是小个的女生觉得这个包太大 不好驾驭的话 还有小号子可以选 而且还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 不过这个包唯一不好的就是 它没有什么按扣的地方 对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敞口 就大家只要是 只把它当成一个收纳待用 就不要放一些重要的东西在里面就好了 而且像这种包是吧 就随便往地上一扔啊 或者怎么着的 就也不心疼 就可以拿它来装一些杂物之类的 好本期视频倒是结束啦 这次视频呢没有任何的推广 发四 而且这次的包推荐呢 其实有两个包没有收到 就是这两个 我收到了之后呢 也会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购物分享啊 或者是其他主题里面的 以上这些包包的所有单品信息呢 都会发在老地方 你们知道了吧 应该 新来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我的个人简介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下个视频就是我的九窗购物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拜拜 拜拜 这次视频终于拍完了 连花絮都要重拍一遍 我为什么这么苦 这次的花絮呢 就是我买了一箱子的墨镜 我就是很少能带到一个墨镜 让我觉得自己特别合适的 所以我这次就一下 从一个比较便宜的墨镜的店里边 就是大概选了五部墨镜 就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试一下 如果你们觉得好看的话呢 就跟我说好看还是难看 就希望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谢谢各位小朋友 好 第一个呢就是 今天不对焦好烦呀 第一个墨镜就是一个这样白色的 这个墨镜呢 是我收到这一箱子里面 先不说适不适合我 就是我觉得 比较没有质感的一个墨镜 因为它塑料感非常的强 我戴上我觉得 我自己很像一个蛤蟆 就是一个蛤蟆镜 我觉得这个 不是很适合我吧 应该 很像那种 液涕 你们懂 你们能想象 就液涕 就是那个眼睛非常凸的 那种 怪怪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有的墨镜 它是用这种 这种眼镜盒装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咯 好像应该 就是这样往下带的 是不是会好一点 这种往上飞的 会不会觉得脸更方了呀 这就是第二副 这个就是第三对 像不像算命先生 下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 透明的 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像什么 教导主任之类的 high fashion 这个不是我 最后就是一个这样 粉色的 我刚才第一次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粉色的 最适合我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这个比较适合我 他们家这个 虽然都很便宜 就是都是二三十块钱 但是我觉得这种金属矿的 要比那种塑料矿的 有质感很多 还是你们觉得 我不戴最好看 戴上都很奇怪呢 墨镜真的与我无言吗 这次是真理结束了 我们秋装分享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